今天月台车厢人潮爆满 但车门关不上 列车也一动不动 赶上班的乘客全被请下车 早上8点16分 一般满载的列车 在江子翠站出现列车异常 下车乘客加上早尖峰 不断进站的上班族 即爆月台 到的时候 就是他的站外 以及就是扎扣都没有任何的告知 所以我是已经刷卡入站之后 发现整个月台是停摆的状态 列车一场也影响到周边站点运行 包括板桥府中新浦站也全塞爆 一度满到楼梯 配合列车板距调控 几乎是整条板南线都不太顺畅 让不少乘客抱怨上班都迟到了 当时被请下车改搭其他列车的旅客就有1200多人 还不包括其他站点要搭车的全塞住 也有人抱怨北捷没分流 就让乘客持续进站傻傻的等 上班尖峰时段遇到列车停摆 大批乘客塞在月台又闷又热 进退两难 一响到列车出了什么问题 压力会低于标准 还得等到送回机场详查才有结果 三小刘艺科普轩新北层部的